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变速箱摩擦元件G性能,卡死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通常适用于具有自动变速器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雪佛兰、GMC、丰田、大众、福特、本田、稻奇、克莱斯勒等的车辆。 尽管通用,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传动摩擦元件 考虑到当您考虑自动变速箱A、T的机械操作时会涉及许多摩擦元件,因此这个描述相当模糊。 更不用说手动变速器也使用类似的摩擦材料及离合器。 在这种情况下,我怀疑我们指的是A、T。 症状和原因因许多因素而有很大不同,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动变速箱,尤其是ATF自动变速箱油的整体健康状况。 A、T中的内部摩擦材料问题很可能会导致行驶条件不稳定,就变速证实扭矩输出以及其他许多导致此故障的后果而言。 异常配对的轮胎、充气不足的轮胎,由于这种情况,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内部打滑。 话虽如此,在考虑传动系统的功能并排除任何故障时,请记住这一点。 最近安装旧轮胎,大小一样吗? 检查轮胎的侧臂已进行验证。 有时,细微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诸如此类的间接问题。 通常,当ECM发动机控制模块,激活此P07AE代码和相关代码时,它会主动监视和调整其他传感器和系统,以确保正确的自我诊断。 因此,请放心,您需要在日常驾驶需求导致其他潜在问题之前解决此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修复程序,绝对有可能。 也就是说,这也可能是复杂的内部电气故障,即短路、段路、进水。 确保从这里获得相应的帮助,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会从这里的经验中得出容易被忽略的错误,这些错误会花费数千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字母G可能表示几个不同的可能区别。 您可能正在处理特定的电路、电线,或者正在处理变速箱内的特定摩擦元件。 综上所述,请始终参考服务手册以了解特定的位置、区别和其他此类规格。 当ECM检测到变速箱内部的内部G摩擦元件被卡住、未涅合、卡死或出现性能问题时,ECM将记录代码P07AE。 自动变速箱的照片和剖面图,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如前所述,这不是我不与理something的事情,尤其是如果您正在积极使用出现上述故障的车辆时。 您绝对应该优先考虑这一点。 好吧,如果有必要每天开车,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7AE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处理不当变速箱打滑变速换档不稳定异常换档模式变速选择严苛ATF自动变速箱由泄漏低扭矩异常功率输出该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 此P07AE摩擦原件华仪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ATF低摩擦原件磨损内部ATF变赃原因接线问题,例如开路、短路、摩擦、热损坏、轮胎尺寸不均匀导致转速、周长不均匀的问题,例如轮胎气压低、刹车卡住等。 TCM变速箱控制模块,问题ECM发动机控制模块,问题模块和或限速进水损坏什么是P07AE故障排除步骤。 故障排除过程中任何故障的第一步是研究技术服务公告,以了解特定车辆的已知问题。 高级诊断步骤变得非常针对车辆,可能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和知识才能准确执行。 我们在下面提供了基本步骤,但是请参考车辆年份、品牌、型号、动力总成特定的维修指南,以了解您车辆的具体步骤。 基本步骤一必须在这一点上按照基本的维护程序进行操作,以确保变速箱的健康,从油液开始。 您的ATF自动变速箱油必须清洁、无碎屑,并且还必须遵循正确的维护计划,以免日后发生更多此类故障。 如果您不记得上次传输已完成,即过滤器加流体加电片,则在继续操作之前执行此操作是个好主意。 谁知道您的机油中可能残留有一些碎屑,它可能只需要简单的服务,因此请确保您知道上一次执行的AT服务。 注意,确保针对特定品牌和型号使用正确的ATF。 基本步骤No.2最有可能的是,当试图找到该系统的连接器,限速时,您将不得不找到一个连接器。 可能有一个主连接器,因此请参考手册确保使用正确的连接器。 确保连接器本身正确就位,以确保良好的电气连接。 如果连接器位于自动变速箱上,则可能会受到振动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连接松动或对其造成物理损坏。 更不用说,ATF可能会使连接器和电线饱和,从而导致将来或现在出现问题。 基本步骤三明治的做法是了解车辆的整体状况。 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其他系统会直接影响其他系统。 轮胎不均匀,悬架部件磨损,车轮不正确,所有这些都会并且将在此系统中引起问题,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因此即使发生故障,您也可以摆脱此代码。 本文仅出于提供信息的目的,针对您特定车辆的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 请不吝还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hogy带�来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以下的观众积特带来说明镜与点栏目。 许相 trained的几你们、藏目。